好,那又是我們三分鐘不用寫後時間 那我們現在要介紹的是影像常用的功能的第二個 Image Segment 那這邊會介紹一些關於2023A新增的一些內容 然後會完整的把這個APP介紹完畢給大家 那首先呢一樣是Image Segment 那我們一樣去載一張影像進來吧 那我們先載這一張音笔的影像 那我們就很快速的帶大家來看一下它不同的用法怎麼用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我們在這邊它最上層呢是Create Mask的功能 第二層是Add to Mask 第三層是Refine to Mask 那我們先講第一層的Create Mask 那首先呢這個Threshold呢 Threshold裡面是Enable這個O2的算法 那我們有三種模式可以做調整 一個是Global的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ShowBine的情況 第二個是自定義的 那自定義的話呢 你可以在這邊去調整飲料的髮質 然後第三個的話呢 是Adaptive的Threshold 那這邊你可以去選擇 你要以這個前景是以什麼為主 那你的Sensitivity也可以在這邊做做調整 OK 所以呢我們在我們的Threshold裡面呢 目前就是有這三種方法可以來做選擇 那第二個呢是在我們的Graph Card 那Graph Card的話呢你需要去定義它的前景跟背景 譬如說像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畫面的前景跟背景定義出來 然後就可以把它找到 那當然你也可以去清除掉譬如說某一個前景啊 或是背景啊或是全部 OK 所以我再隨便選一次齁 譬如說像這樣子的話呢 那也可以全部都找到 那你也可以去把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 subregion把它顯示出來 那你可以關掉 那你也可以去顯示它的這個 髮質的部分喔 讓它去做一個調整 好 那這個也是新增加的一個功能 好 那第三個呢是autocluster 那這邊的算法呢在新版有些更新啦 它效果會變得更好 那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它可能這個 因為它比較黑嘛 比較沒抓得那麼好一點 而且它間距比較開一點點 那再等一下 後面我會跟大家講另外一個例子喔 它就會抓得更漂亮一些 那這autocluster其實是一個很好用的功能 好 那第三個的話呢是fine circle 那這個fine circle的話呢 顧名思義就是找圓啊 那我們這邊有個ruler 我們可以去量每一個尺寸的一個大小 那我們去設定一個範圍 比如說35到70好了 好 那我們就可以去把所有的圓找到 那你也可以這邊去調整你要找的前景背景 然後還有你的santivity的部分 OK 那以上的話呢是這四個 quare mask的方法 那如果你今天是add to mask呢 比如說今天你今天假設畫面上有一些mask 你沒標到 但你想要手動建立呢 或者說你今天針對於這個影像啊 你想要手動建立這個mask 然後呢去將這個mask的內容啊 去這樣子去做一個輸出的話 那第一個呢你可以去選擇用畫的 或用比如說 這就是一個新功能 你可以手動這樣去把你要的mask畫出來 好 這是可以的 OK 那你也可以去print by這個 那個supervision的部分 這樣來做 好 比如說像這樣 OK 這也是可以這樣做的 然後我們就把它插掉 OK 所以這個你可以手動的去做一個更改 那你也可以透過這邊的這個填滿的功能啊 去填滿某一些影像 雖然在這個例子上可能不適合 我們更適合是填滿背景 好 那這個add to mask的功能就不詳解齁 那因為 呃 說實在真的也比較少用到啦 除了我們用Plant會比較常用到一點點 好那接下來我們載一下第二張影像喔 那第二張影像呢 我們載這張比較像紅血球的影像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一開始呢 可以先去用 呃 autocluster呢 先去建一個 先去把它的mask建立出來 那建立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呢 這個影像啊 我們是想要它的這個紅血球的位置啊 其他背景我們想把它綠掉 好 那我們就可以在 嗯 使用show binary之後呢 再選擇其他演算法 把其他地方給綠掉 比如說我們可以使用這個morphology 那在morphology裡面呢 我們可以去選擇 它有四個不同的mask operation啦 一個是delay 膨脹 遺漏輕蝕 open 還有close 那open和close呢 就是一個是膨脹輕蝕 也輕蝕膨脹齁 它只是順序不一樣 好 所以呢我們這邊可以選擇 比如說選擇使用輕蝕 那我們可以去更改我們的shap 好 你有不同的形狀可以改 然後去更改它的半徑 去把它做一個輕蝕的動作 比如說呢我這邊調到7 那我就可以apply下來 然後把這個關掉 我們看一下它的範圍 我們會發現 欸 這個 好像被輕蝕太多了一點點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使用這個膨脹的功能 把它長回來一些 長到一個我們要的差不多的一個尺寸 好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把我們差不多的位置給找到 然後就可以apply出來 那假設啊 比如說今天我做到這邊以後呢 我想要去用新的算法 但是我又擔心會把我原本的算法洗掉 那我們這邊可以選擇這個new segmentation 那我可以選擇建一個新的或是Chrome現在的 那我們可以基於這個算法去更改前面幾個步驟 比如說erode完之後呢 或者說autoclust完之後呢 我覺得我不要用這個erode跟delete 我直接選擇opening 那我直接可以去調整opening的內容 然後再apply下來 那就可以發現我的segmentation1呢 跟segmentation2呢 是不同的算法 那基於這不同的算法呢 我可以去depoint出不同的function出來做使用 好 那這個是在我們的refine mask裡面的morphology的功能 OK 那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另外一張影像 我們會透過這個影像呢 去加我們一系列功能串接起來 好 那這個是一個 呃 這個圖沒有變到 我們重載一次 好 這是一個我們條碼的影像 那我的目標呢 是想把這個條碼的位置給保留下來 那我該怎麼做呢 首先呢 我可以先使用這個autoclust 先將畫面上的一些障礙物 好先應該說不障礙物 先建立出一個mask出來 然後接下來呢 我可能要保留這個條碼的位置 然後再接下來把畫面上一些我覺得一些 呃缺陷 呃缺陷 呃缺陷的一些噪點把它移除掉 所以呢 這邊我可能會先選擇使用invert mask 先將我張圖黑轉白白轉黑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在使用refine mask裡面的equity contour 去做一個 呃 比如說20次的迭代 那它就會將我們 這種亮色的地方 去逐漸去把它拼接起來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 呃 邊緣的部分啊 線段的部分啊 慢慢的都已經被拼起來了 好 那我們就等它20次結束齁 好 那 這樣之後呢 我們再apply起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關掉我們的equity contour 然後接下來呢 使用這個fuel hole 我們就可以把 它這個部分把它填滿喔 因為它是一個完整的閉合嘛 所以它就可以被填滿 接下來就完成我們第一部分的動作啦 那我們就找到我們的主要的特徵 條碼的位置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使用這個 呃morphology的功能啊 去把一些雜訊濾除掉 所以呢 我們可以使用morphology 然後選了erode 那我們可以做一下輕蝕啦 好 比如說我們今天可以先去用18的一個尺寸呢 先輕蝕掉大部分的一個雜訊 把它下來 接下來呢 再送一個比較小的尺寸呢 把周邊剩餘的雜訊給移除掉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雜訊的部分呢 這樣留到成一點點啦 那比如說我們再加大一點好了 把這兩個點移除掉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在畫面上 我們可以看到呢 我們就只剩下三塊東西啦 那還有一塊是在我們邊界的部分 那邊界的部分呢 那邊界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Refine Mask裡面的最後一個功能 Cleaner Borders把它移除掉 我們等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將我們這個 旁邊的這個 缺陷的部分把它做一個移除喔 好 那就移除掉啦 那最終這就是我要的結果嘛 那我可以再透過後面的APP呢 去把這個 這個位置給移除掉 我可以透過一些 體積篩選啊等等的 把這個東西給移除掉 然後接下來呢 我就可以將這樣的結果 再匯到我的 Image Segment裡面 來去做檢視 那一樣呢 我們這邊可以將我們的 Function捲出來 那這邊就是我們完整的 詳細的流程啦 那當然你也可以在這邊呢 去建立不同的 segmentation的類型 那還有一個用法是 你這邊可以去include 這個Tetra的一個features 但是我覺得 並沒有那麼好用啦 但是是可以用的 好 那最後還有一個功能 沒跟大家介紹的 到的是這個 Low Mask的功能 那這個Low Mask的功能呢 我等一下會在 會用第三張 第四張影像 來跟大家來做介紹 那這張影像呢 我會先做輸出喔 那等一下會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我會用這東西 來做輸出 好 那這個Low Mask的功能呢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怎麼做 比如說我今天已經把這張圖 匯出出來了嘛 那比如說我匯到 我匯到最 原始的這張圖上來 這是我們原始影像嘛 那其實我就可以使用這個 Low Mask的功能呢 把我剛剛轉出去的Mask 直接轉進來 它就可以將我們的Mask 遮罩給疊大上去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實際上的影像 來看一下 比如說這個Island的影像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去找這個 這個Island上面的一個面積啊 那我就可以直接使用這邊的 Threshold功能 或是這個 Auto Cluster功能呢 我就可以直接將這個 導的位置給找到 那我就一樣呢 我就可以將這樣的位置給找到了嘛 所以最終呢 我只要透過前面的色彩切割啊 我就可以把這個 有冰的地方給找到 然後跟我現在的面積給找到 然後兩個相檢之後呢 就是我們Island 沒有結冰的位置啦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 Image Segment的一個介紹